海贼中,不同人对火拳艾斯的评价一览 艾斯作为白虎子团的二号船长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不同人对艾斯的评价吧 在造年阿拉巴斯坦片中 再度相遇路飞后艾斯为其挡下了斯摩格 而伙伴们也得知了艾斯是路飞的哥哥 本以为这个男人会比路飞更加无老 但艾斯的身世与礼貌震惊了众人 显然这个男人与路飞完全不相同 而后艾斯还在众人面前展示了能力 在轻松剿灭五艘海贼船后 众人再次被其站立震惊 在巴基的眼中 他却认为艾斯与路飞完全不同 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男人 原来在早连东海中 艾斯曾误打误撞 上了正在开宴会的巴基船上 在听闻巴基正在交谈路飞时 艾斯立马来了兴致并表示自己直到路飞的位置 后知后觉的巴基才发现 刚看到如此有礼貌的踏实 显然巴基当场就忘了生气 刚出海的艾斯仅是丹河 他凭靠自己过人的体数 以及之后获得的稍稍果实能力 成为了最早的一匹超新星海贼 看到艾斯成为海贼后 卡夫显然不乐意了 之后艾斯继续击败着各方的海贼 很快这个海贼变出现在战国眼前 而白胡子也注意到了这个少年 原来当时艾斯还拒绝成为其无海 但白胡子也看穿艾斯心太极的缺点 在这之后艾斯找到了红发海贼团 姜克斯在得知超级新人后 似乎来了兴致甚至愿意主动与其切磋一番 但在艾斯表明了来意后 姜克斯才放下了杀气 并与其开启了宴会 从艾斯的话中不难得知 他对成为海贼王以及击杀白胡子的决心 但圣平在得知杀起腾腾的艾斯 打算与白胡子相见时便打算拦下艾斯 圣平的话在侧面也承认了艾斯的使力 最终两人交战了五天都没有分出个胜负 但两人早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随后两人都重重的倒在了地上 而后白胡子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虽然此时白胡子就站在艾斯眼前 但显然他知道了自己的实力无法抗衡 在保护好伙伴后面决心不复死 最终在见证白胡子的实力后 艾斯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 其实力也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